这位非洲小哥创造了一项神奇的记录 奥运会100米自由泳最慢记录 他以一己之力差点把一场奥运会游泳比赛变成救生比赛 这是2000年奥运会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 偌大的泳池里只剩一道黑影在挣扎前行 眼看着小哥就快不行了 此时响起了全场观众的加油声 最终这位小哥凭借着一口心气撑到了终点 用时1分52秒 成功创造了该项目在奥运史上的最慢记录 要知道当时的冠军用时47秒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最慢记录 却让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 这个小伙叫埃里克·穆桑巴尼 来自赤道几内亚 这是一个非洲小国 由于国内基础设施差 实际上直到悉尼奥运会开始的前一年 他都还不会游泳 因为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练习的游泳池 最终在奥运会开始的前八个月 埃里克在首都马拉伯的一家酒店里找到了游泳池 泳池长约13米 早上的5点到6点可以使用 一周最多给他用三次 这个小小的水池满足了埃里克对游泳池的所有幻想 他抓住这个来之不遇的机会拼命练习 有了一些技术后他就跑到河里练 一边练还一边向游民请教游泳的方法 游民们当然也教不了他专业技术 只是一些在水里不沉下去的技巧 2000年3月 埃里克听到一个消息 由于国际奥委会给赤道几内亚发外卡 现在相关部门正在招募游泳学手 组建游泳队 听到这个消息 对游泳有极大热情的他 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然而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埃里克发现居然没几个人来 原因是在赤道几内亚最流行的运动是足球 学游泳的人是少之又少 整个选拔过程惨不忍睹 一个奥运选手选拔赛 看起来就像是投合自尽比赛 最终组委会矮中选长 埃里克如愿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名额 他也成为了该国历史上 第一位奥运会游泳运动员 埃里克的兴奋易于言表 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出过国 也没听说过澳大利亚和悉尼 从家乡到悉尼 花了他整整三天时间 当他第一次看到奥运会 50米标准泳池的时候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可比他那个练习的小水池 要大多了呀 尤其当他看到那些专业的选手 一个个伸手矫腱 在水里乘风破浪的时候 埃里克打退堂鼓的念头更甚 原来和这些人比起来 他根本就不会游泳 更糟糕的是 他之前一直按照50米练的 到了现场才知道 要参加的是100米自由泳 整整多了一倍的距离 没想到这一趟行程 惊喜一点没有 惊吓倒是一波接一波 他很担心 比赛的时候游到一半 体力不支 直接为国捐躯 在随后的日子里 埃里克开始和其他运动员 一起在泳池里训练 与其说是训练 不如说是临时抱佛脚 遇到不懂的时候 他还会跑去请教 但是由于看起来 实在不像专业的游泳选手 很多人都不愿意搭理他 直到遇上一个南非的教练 起初他看到埃里克穿着一条宽松的大裤衩时 也一度以为他是泳池的工作人员 再三确认了身份以后 他才教了埃里克一些正规训练的方法 除此之外 这个教练还给了他一条泳裤和护目镜 装备不合规的话 可是会被取消资格的 有了这个教练的帮助 埃里克的信心增强了不少 只是临近比赛的时候 还剩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他不知道该如何换气 在开幕式当天 埃里克带领着另外四名运动员 参加了入场仪式 不知所措的他 心里依然在盘算着 为国捐躯的事情 到了比赛这一天 游泳馆内人山人海 入场的时候 其他选手都穿着一身专业的泳衣 而埃里克则像是 刚洗完澡出来六个弯的大爷 当主持人介绍他的时候 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 埃里克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 不过还好比赛不是他一个人 有另外两个兄弟 能够帮他转移一些观众注意力 他们分别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卡里巴雷 和塔吉克斯坦的法尔获德奥多玛 这两位老兄都是和埃里克一样 通过外卡获得参赛资格的 因此他们的心态就是 60分万岁多一分浪费 少一分也无所谓 然而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老兄因为抢跳被取消了资格 一开始听到裁判的声音 埃里克很紧张 还以为是他要被取消资格了 结果裁判说 那两个人挂了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继续比赛 埃里克一天更紧张了 因为这下所有人 都只能盯着他一个人看 他心想 别人的奥运会都是故事 怎么自己参加奥运会 都是事故 本来就只有三个人 结果两个人同时抢跳 这两个人是不是提前商量好的 危机时刻 埃里克想起了家人 此时 他们一定在电视机前看着他 为了家人 他决定拼一把 前50米 埃里克拼尽全力 速度还能勉强维持 但是到了后50米 由于缺乏正确的换技技巧 以及体力不支 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到最后15米 埃里克感觉 腿部有些发不上力 他挣扎着前进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此时他的耳边 响起了全场观众的加油声 有些观众都恨不得 跳进去帮助他 埃里克重新振作 最终 以1分52秒的成绩 完成比赛 这个速度有多慢 当时该项目的金牌得主 成绩是47秒84 相当于他下去有两次 然后上岸回到更衣室 埃里克可能还在水里 然而即便如此 也不妨碍观众对他的喜欢 人们叫他黑曼 称他为奥林匹克 永不放弃的典范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赞助 采访和活动 他的故事 登向了各大新闻头版 游泳名将索普 对他赞赏有加 甚至有好莱坞制片人 打算把他包装成娱乐明星 然而面对这一系列诱惑 埃里克却表现得异常清醒 他没有被名气所累 拒绝了很多商业上的合作机会 回国后继续投入到游泳训练当中 到2004年 埃里克将他的个人成绩提升了一倍 缩小至56秒9 然而可惜的是 由于护照问题 他未能参加2004年雅典奥运会 往后几家奥运会 也未能见到他的身影 直到今天 他都希望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进步 可惜机会渺茫 2012年埃里克成为了赤道 几内亚国家游泳队的教练 他的国家也有了奥运会标准游泳池 有时候 埃里克会回到当年训练的小泳池 这是他梦想发芽的地方 闭上眼睛 他还是会想起掌声如浪 热血沸腾的那一天 如今 虽然繁华早已退去 但是白米勇士的故事 依然激励着很多人前行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评论 建设事情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